下半场替补出战三分钟就进球 国安外援奥古斯托的精彩表现 可以说为中超联赛正足了脸面 不过这场比赛中 他并不是最吸引眼球 或者说是最被中超球迷关注的球员 真正的焦点 都集中在被奥古斯托换下的巴萨球员保利尼奥身上 就在四分之一决赛开打前 西班牙各大媒体纷纷炒作保利尼奥 可能在世界背后重返中超的新闻 只是当时保利尼奥和巴西队仍在备战 他和经纪人都不希望被场外事件分散经历 现在桑巴群团已经出局了 暴力鸟赛后也首次谈到了自己未来去向的问题 他在采访中说道 我要回去之后和我的经纪人开个会讨论一下 暂时还不知道未来是不是要重回中国 但是的确有来自中超的报价 还有另一支欧洲球队的报价 当然 我也不排除继续效力巴萨的可能性 从保利尼奥的言论中不难听出 之前阿斯巴世界体育报赛尔电台等西班牙媒体所言非虚 暴力鸟的确有可能回中超踢球 因为他已经收到了报价 另外 凭借在巴萨大半个赛季的精彩表现 已经有其他欧洲球队 对暴力鸟产生了兴趣 保利尼奥在重返欧洲之前 就曾在热刺效力过 即便没有踢出名堂 也算留下了一些知名度 而在热刺之前 国米才是最先对保利尼奥 表示出兴趣的球队 但暴力鸟的选择绝不仅仅是转会 因为他自己也明确表态 依然有可 能继续留在巴萨 其中 重返中超的可能性或许是最小的 毕竟中超球队 无论是恒大还是其他俱乐部 重新买回暴力鸟的代价太大了 去年夏天以4000万欧元几约金加盟巴萨 才一年就要离开 巴萨不可能接受少于这个数目的报价 所以西媒体给出了5000万欧元的说法 如果恒大真以这个价格回购暴力鸟 那么他们还要多失负 给足协5000万欧元的调节费 而租借保利尼奥 只存在于理论上的可能 就在巴西和比利时四分之一决赛 开始前几个小时 巴塞罗那俱乐部在中国的官方微博 发布了将保利尼奥租借至恒大的消息 但很快该消息被秒删 官博方面也没给出任何解释 假设恒大真想租借保利尼奥 巴萨会答应吗 首先球员卖租 球队除了拿到低连的租借费 以及省去550万欧元的年薪 没有任何好处不说 他们还失去了 让球员尽快拿到第二国籍 不用再挤占外援名额的机会 拉美球员在西班牙住满两年 就可深信西班牙国籍 保利尼奥上赛季在巴萨表现可圈可点 九个联赛进球仅少于梅西和苏亚雷斯 即便库地尼奥加盟 也没有完全撼动 他在巴萨的主力地位 唯一的困扰 就是高开低走的表现 惹到了加泰罗尼亚地区的媒体 他在前半赛季打进8球的情况下 后半赛季只有一球借账 但即便如此 暴力鸟依然深得主帅 巴尔雷德西埃 被当作下赛季球队未免的重要棋子 能让巴萨甩卖保利尼奥的理由 恐怕就是非欧盟球员的名额限制了 毕竟 除了库地尼奥不可动摇之外 另一名非欧盟外援 哥伦比亚中尉米娜在世界杯上同样表现出色 连续三场头锤破门 在算上今下就要进入巴萨一线队的格雷米奥新园阿图尔 三个人中肯定有一个人要离开巴萨 当然巴萨最明智的做法是将相对年轻的米娜万 租西甲其他球队一年 让他拿到西班牙国籍再说 打动保利尼奥的或许还有恒大开出的1400万欧元年薪 当初为了去巴萨踢球 暴力鸟甘愿从在恒大时的700万欧元 降薪到550万 现在薪水比原来又提高了一倍 不知道即将年满30岁的暴力鸟是否会心动 只是这笔钱依然来自媒体的爆料 恒大在付出这笔年薪之前 面对5000万欧元的调节费 有多大决心还得打个问号 再又能和库地尼奥阿图尔组成巴西帮竞主 欧冠奖杯 而不是回恒大跟高拉特 塔利斯卡组成巴西帮 去竞争早就拿到过的亚冠 这绝不是1400万欧元年薪 就能抵御德拉的诱惑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